大家好,我是Dan 2019年引起非常大争议的 Kwesan-Anjian夫妇事件 在去年7月,双方协议离婚后 正式结束了两个人的婚姻生活 但是最近有部分韩国网友们开始担心 Kwesan-Anjian事件是不是会有下半场 到底是为什么呢? 4月30号 因为婚姻问题而决定退出新草优优独播 确定以新草优独播的特别篇 Spring Camp回归 而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终于回来了前言席 Anjian欢迎你回归 恭喜Anjian回归CCOG 也谢谢没有忘记并照顾前言的 Napidi与剧组们 对,绝大部分的韩国网友们都是非常欢迎 但是就在Anjian的回归消息曝光后 Kwesan也在自己的埃及发文表示 我正在写自传 啊,这是学校报告 并上传了一段 我是1984年11月9号在仁川出生 的自传内容 因为刚好是Anjian在宣布回归的那一天 Kwesan上传了自己正在写自传的贴文 而且自传通常都是描述自己的人生 所以很有可能性就会提到Anjian 因此部分网友们就担心 Kwesan又会不会在自传爆料新的内容 什么自传 应该又是准备想反串什么吧 不是自传 应该是要写小说吧 Kwesan的训言证 在演艺圈已经非常有名了吧 就算不能互相姻缘 也希望不要互相给对方造成困扰 但是也有少数这样的意见 Anjian明明也有错 真搞不懂大家为什么都欢迎他的回归 Anjian因为如同事件 形象已经不行了 两个人都半斤八两 其实Kwesan在上传自传IG的前一天 也上传了两则贴文 所以真的很有可能 就是碰巧在Anjian宣布回归的时候 上传了有关自传的IG 而且毕竟两个人已经正式离婚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 不会发生下半场 所以大家觉得 在Kwesan的自传里 是提到Anjian比较好呢 还是不提到比较好呢 如果因为是自传 所以一定要提到的话 是提到哪些程度会比较好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可能丛牛系列真的是快要回归了 或者是粉丝们真的太希望他们的回归 所以最近在韩国论团 能常常看到有很多网友上传 有关索牛系列的天文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索牛系列的四大自豪 我们有这么漂亮的门面 我们有这么能唱的主唱 我们有这么能跳的主舞 我们有这么善良的芒内 主唱体演 主舞秀演 门面雲娜 芒内秀演 但是队里还有 Sony Tipani Soyoung Yuri Jessica SM想赚钱的话 今年夏天一定要带来 索牛系列完全体 SM我已经打开钱包了 赶快让寿司回归 现在是索牛系列 明天是索牛系列 永远是索牛系列 Son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